站高高爬上栏杆坐在上面弯腰拍 同伴后面保护着站上去拍 千奇百位的姿势 堪比铁达尼景点照了 这到底拍什么 原来是他日月潭九娃 日月潭近期水位下降 九娃全探头出水 游客前往拍照 但是刚好九娃平台阶梯整修 加装了临时护栏变成了双重栏杆 空出了一个两公尺宽的步道 把人跟九娃重重阻隔 也因此有人爬上护栏 垫高位置拍照 同伴担心衰落在后面帮忙扶着腰 现在施工围里已经拆除 拍照不用那么冒险辛苦了 施工的临时围里 所以会把九娃的视野稍微挡住 已经在3月5号的时候 已经拆除掉 九娃全探头路也是水情参考 日月潭的蓄水量七成 但是不少水库已经陆续拉警报 水位降到三四成甚至两成 中央气象局预测 这两个月中南部没有降雨的迹象 最快要等到五月 梅雨溢柱汉象才有办法疏解 水利署已经将加益台南的水情灯号 分别升级为减压供水的黄灯 还有减量供水的盛灯 高雄预定在八号转为黄灯 TVBS新闻陈家贵无数评 南投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